先帝身边原来有位武裁人 朕曾经与他 莫非皇上喜欢他 注意看 这个男人的目光能让女人怀孕 朕曾经去赶夜寺看望过他几次 可没料想 没料想 不料想他怀了身孕是吗 怎么皇后已经知道了 李世民死后 五妹娘被赶到赶夜寺出家为泥 李志时常半夜三更去上乡 顺便重新定一下 看望 不久后 五妹娘的肚子就被搞大了 为仇事不外传 李志不得不求助于 贴身老奴王福来 证明你为四百那桩 那桩是你想出安全之策 王福来也算半个女人 女人最了解女人 她知道 解决小三问题最好的办法 就是请原配出马 于是李志便找到了皇后王室 正想着怎么好意思开口 王皇后反而主动提起 李志借坡下驴求助于她 王皇后早有准备 当即便表现出了上流社会 原配老婆的职业素养 臣妾并不怪皇上 只怪臣妾无能 未能为皇上生下一男伴女 皇上放心 臣妾绝不张扬 李志大喜 感觉这黄脸婆的脸 比以往都更白了 正一直想把五妹娘 机会攻卖 好生下皇子 可是总该有功名分 那就让臣妾 说她为卑女吧 留在臣妾身边 皇上也可以常来看望她 别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李志大喜 正不知道要怎么感谢这个黄脸婆 王皇后便主动提出了条件 这也是李志一直不喜欢她的原因 臣妾 只是有一事相求 皇后 请讲 李臣王忠儿 为太子 这里要阐述一下 臣王忠的背景 话说 除五妹娘这个情人外 李志还主要有两个大小老婆 大老婆自然是王皇后 小老婆再是萧淑妃 自古男人都喜欢小老婆 李志也不例外 在五妹娘出家维尼的一年时间 萧淑妃独得恩宠 她的肚子也争气 为李志生了个儿子 叫素杰 之前萧淑妃趁着受宠 三番五次怂恿李志 李素杰为太子 李志几微说动 但最终都被朝中几个重臣 如宰相长孙无忌 中书侍郎柳氏等人驳回 原因很简单 素杰非长子 更非嫡出 那嫡出是谁呢 嫡出是王皇后生的儿子 现在还没有 那长子是谁呢 便是臣王李忠了 李忠的生母是一位宫女 属于李志重麻行为后的意外结果 为对抗萧淑妃 王皇后在旧父柳氏的建议下 守李忠为养子 然后柳氏赛联和长宗无忌等重臣劝禁 要求立李忠为太子 一边是皇后与权臣 一边是心爱的萧淑妃 李志一直在为立谁为太子 而左右摇摆 现在好了 为了五妹娘 只能选择李忠了 这答应就是了 除了立四这个原因 王皇后之所以这么乐意 帮助小三五妹娘 还因为他想让李志分心 让李志完全放在萧淑妃的心 收回来点 王皇后说五妹娘为婢女 也是有讲究的 为的就是把她留在自己寝宫 你想想 以往李志 夜夜留宿萧淑妃的寝宫 如今为了与五妹娘在一起 自然要留宿皇后的寝宫了 可五妹娘马上就要肚子大到 不能内啥了 那李志睡哪儿 睡谁 臣妾还年轻 夜夜盼着皇上来 好为皇上生个一儿半女的 嗯 好好快活快活嘛 皇上 香嘴羊快活 皇上 大概快活了三分钟 完事还可以让小三嗣好 你说王皇后这算盘打得香不香 羊不羊眉 吐不吐气呢 美娘 哎 关茶来 是 皇上请用茶 李志这渣男睡在老婆床上 还不忘开小三的油 皇上 皇上 这茶怎么是凉的 一向独宠自己的皇上 近日再也不来自己这里了 萧淑妃知道 肯定是皇后搞的鬼 仗着昔日荣宠 萧淑妃大摇大摆地走进皇后寝宫 近来便看到一个美艳非常的大度女人 在伺候上下 萧淑妃心里已经明白了个大概 这大度女人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五妹娘 皇后见情敌到来 寒毛都站立了起来 可体面还是要有的 于是便让五妹娘给萧淑妃倒茶 萧淑妃抿了一口 便全扑到了五妹娘身上 这是扑给皇后看的 也是扑皇后的脸 萧淑妃 你太无礼了 不就是个小侍女吗 你身为皇妃 说话做事 就忘了皇妃的身份 淑妃倒是觉得皇后娘娘 靠这个野泥菇勾住皇上 这才有负于皇后的身份 你给我出去 出去 萧淑妃不懈地转头便走 没走两步 又转头立下弗赖 淑妃是怕皇后娘娘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到头来还不如淑妃的下场 你说呢 你可别让她说 让她说 你俩最终都得成人质 当然 此时的王皇后与萧淑妃 自然想不到自己的结局 萧淑妃得意走后不久 李治便来了 皇后正在生萧淑妃的气头上 一看老公来了 赶紧赌气般地 对着五妹娘一顿猛话 并希望李治扯封她 我看五妹举止有礼 性情温顺 远生过那个孝淑妃 就封五妹娘为才人吧 好 五妹娘终于回到了李世民时期的起点 抽空她来到皇后宫中答谢 皇后的母亲柳氏 看着她日渐庞大的肚子 不眠担忧起来 她年轻美貌 再生个皇儿 以后还不独占皇宠 五才人对我们感恩不尽 也是她劝皇上到女儿宫里来的 女儿看五才人倒不是那种搬弄是非 嫉妒心重的人 我看是母亲多虑了 皇后在这边疯狂立弗来个 五妹娘转头回宫 就生了个大胖小子 以陪产之名 五妹娘还求李治 让自己的姐姐和妈妈进宫 照顾自己 五妹娘的这个姐姐非常有意思 她是五妹娘的同父同母的亲姐姐 本来是贺兰氏 因为她早年嫁给了豫州参军贺兰安石 并育有一女 后来母女俩都被李治给收了 她被封为韩国夫人 她和贺兰安石的女儿 被册封为魏国夫人 反正这个李治有点东西 什么姐妹母女玩得很花 言归正传 五妹娘生产后 王皇后的老公体验卡也到期了 自此李治整日泡在五妹娘的宫里 脸班都不想上 让臣妾为陛下宽音吧 王府来 就说朕的身体不适 明日早朝免了 是 一夜荒唐 次日太阳都晒屁股了 李治还窝在五妹娘的温柔箱里 五妹娘便劝李治起身上班 劝着劝着 反倒把李治劝硬了 过来 陛下 你的玉体 明天早朝也不上了 可以多睡一会儿 就在李治疯狂遭她玉体的同时 她的妹妹高阳公主 正在谋划着如何除掉自己这个废物皇帝兄长 这兄妹俩既臭味相投 又性格迥异 为什么说臭味相投呢 哥哥与尼姑搞 妹妹与和尚搞 哥哥偷情时 哥哥的老婆帮着张罗 妹妹偷情时 妹妹的老公帮着把风 反正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为什么又说性格迥异呢 哥哥怯懦温和 皇帝之位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 妹妹交涉泼了 总想着以女流之身 独揽大权 具体她将如何操作 我们下回再说 好